以西节书第33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告诉你本国的人说 我使刀剑临到一地 那地的人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 做他们的守望者 这人见刀剑临到那地 就吹响号角警告众人 凡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的 刀剑若来把他除灭 他的罪就要归到自己的头上 他既然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 所以他的罪要归到自己的身上 他若接受警告 就可以救回自己的性命了 但是那守望的人若见刀剑临到 却不吹响号角 以致人民没有受到警告 刀剑来把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除灭 那人虽然因自己的罪孽被除灭 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守望的人 人子啊 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告他们 如果我对恶人说 恶人啊 你必定死亡 你以希节却不出声 警告恶人离开他所行的 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 叫他离开他所行的 他仍不转离 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人子啊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你们这样说 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常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因此衰弱而死 怎能存活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宣告 我指着我的永生气势 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 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 得以存活 以色列家 回转吧 离开你们所行的 何必死亡呢 人子啊 你要对你本国的人说 义人的义 在他犯罪的日子 不能救他 恶人的恶 在他离开恶行的日子 也不会绊倒他 义人在他犯罪的日子 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 我虽然对义人说 他必定生存 但是他若试着自己的义而行恶 他的一切义都必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行的恶死亡 我虽然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但是他若离开他的罪 行公平和政治的事 把抵押归还 把抢夺人的物件偿还 遵行此生命的律例 不做恶事 他就必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 必不被纪念 他行了公平和政治的事 就必存活 你本国的人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其实他们所行的 才是不公平 义人若离开他的义 去行恶事 他就必因此死亡 恶人若离开他的恶 去行公平和政治的事 他就必因此存活 你们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必照着你们个人 所行的审判你们 在我们被掳以后的 第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有人从耶路撒冷 逃到我这里来 说 城已经被攻陷了 那人来到了前一天晚上 耶和华的手 按在我身上 开了我的口 到了早晨 那人来到我这里 我的口已经开了 不再做哑巴 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人子啊 那些住在以色列地 废墟里的人常说 亚伯拉罕一个人 就得了这地为业 我们人数众多 这地更应该 给我们为业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吃带血的忌肉 举目仰望你们的偶像 并且流人的血 你们还可以得这地为业吗 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 行可憎恶的事 人人玷污临舍的妻子 你们还可以得这地为业吗 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那些在废墟里的 必倒在刀下 在田间的 我必交给野兽吞吃 在堡垒和山洞里的 必因瘟疫而死 我必使这地非常荒凉 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必止息 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 无人经过 我必因他们所行 一切可憎恶的事 使这地非常荒凉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人子啊 你本国的人 在城墙旁边和各家的门口 正在谈论你 他们彼此说 来吧 听听有什么话 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他们成群来到你那里 坐在你面前 像是我的子民一样 其实 他们听了你的话 却不去行 他们只是用口表示爱慕 他们的心 却是追随不义之才 在他们眼中 你不过是首情歌 唱得美妙 弹得悦耳 他们听了你的话 却不去行 看啊 这事必定应验 到那时候 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 有先知了 我看你会知道 我看你不过是首情歌 我看你不过是首情歌 我看你不过是首情歌